关渡之战前期 可能谁也没想到曹操最后能赢袁绍 因为当时袁绍的总兵力要远超曹操 根据史书记载 袁绍的兵力超过十万人 而曹操最多只有两万 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 很难让大家对曹操有信心 不过曹操依靠各种系统和骑袭 最后竟然奇迹般的已少胜多 将袁绍大军给击败 从而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不过此前 青州黄金军曾无条件向曹操投降 曹操还在其中挑选出了三十万精壮者 收编成为青州军 为何曹操这三十万大部队 没有参与关渡之战 其实曹操也想让他们参战 但现实情况根本就不允许曹操调度这三十万大军 而且这些青州军 也得不到曹操一百的信任 如果中间出现变动 或许曹操就会迅速溃败 从而失去和袁绍继续交战的资本 曹操和袁绍曾在关渡一带僵持 曹操也是一度处于劣势 根据袁绍传当中的记载 当时袁绍有十万部队 还有一万起兵 这就是袁绍的总兵力了 而曹操在前线的兵力还不到一万 和袁绍交战时又损失了部分兵力 所以当时曹操的总兵力可能两万都不到 毕竟袁绍占据了冀州 滨州 幽州和青州 这点曹操根本比不了 曹操早年在陈流起兵时就有五千部队 为什么这么多年后也没见兵力大幅度的增长呢 以当时曹操的地位 想要招兵买马也不是难事 直到后来在青州的黄金军向曹操投降 曹操这才收编了三十万青州军 但这样一支庞大的部队 曹操压根就没用 难道曹操有如此自信 能够一扫胜多击败袁绍 其实这也是曹操的无奈之举 这些青州军虽然数量看上去很吓人 但战斗力和军技简直不堪一击 曹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操练他们 军队素质不够 上了战场便会迅速被敌人冲成一盘散杀 从而失去所有战斗力 所以这也是曹操最忌惮的一点 如果随意乱用 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 曹操当时也没那么多粮草 攻这三十万大军使用 而且现实情况是 曹操就连自己两万 部队的粮草都快没办法保证了 关渡之战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曹操必败无疑 魏书当中记载 曹操曾和巡域商量 暂且退回许都 就是因为粮草无法继续攻击 曹操虽然占据了中原 但这片地方已经战乱好多年了 很多土地早已荒废 根本没人去种粮食 所以曹操才会出现粮草紧缺的现象 所以只要曹操后勤能够跟上 都不止这两万人上战场 最后只能说在最关键的时刻 老天帮了曹操一把 让他成功偷袭了袁绍部署在乌朝的粮仓 一旦等曹操退回许都 可能这场战役便再也没机会了 对不然呢 对不然呢 感谢观看